战车出任务却冲上了分隔道 9号星辰5点多 陆军584旅在新竹县湖口乡 执行战备征询任务的时候 驾驶战车的黄信下士 不慎开上陆中央的分隔道 还当场把交通耗制干揽腰撞断 对此军方回应应该是这名下士 没有抓好转弯的幅度导致意外 索性整起事故没有造成人车和装备损失 国军战车一台一台开过路口 不过后面这一辆原本好好的直线前进 却突然往中间一开 直直冲上中央分隔岛 一阵颠簸之后才停了下来 战车卡在分隔岛上 停在马路正中央 红绿灯号制干被拦腰撞断 碎片残骸散落一地 当下国军弟兄一阵手忙脚乱 在现场来回奔走 9号凌晨5点多 陆军584旅执行战备征询任务 行进新竹县湖口乡八德路三段时 一名驾驶拥虎战车的黄信下士 不慎撞上分隔岛的交通号制干 国军弟兄下次请往测速照相撞过去 还有人说学长出事了 快给他一张志愿留英表签下去 索性当下人员和装备都没有损伤 也没有影响到路过的人车 至于被撞弹的号制干 后续也将由军方和相关单位 洽谈赔偿事宜 记者续致线新竹报道